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哥斯达利加是在比赛中排出了最强的阵容 他有两个四号队的进攻 而且被对方韩国队有位而来的一次非常出色的篮榜 相终于在篮带的界内 这是第一季的比赛 韩国队在第一季的比赛中暂时以15比9两千 韩国队防守非常的顽强 开放了进攻 结果赛从对方在篮榜过程中握过 16比9 韩国队的几位优秀的队员 像郑大勇啊金炎江 在比赛中表现还是非常的沉稳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队员 郑大勇身边是13号队三 好的韩国队在四号位的一次掩护进攻 这种比赛是在日本东京 国立代代路国立体育馆进行 韩国队目前在1比0 拿下第一局比赛 胜以后第二局又以13比8领先 双开球 那位防守确实非常的顽强 解读对方的这个防守 陷入能力非常的强 再次打赛了第二局比赛 25比15 这样一来 格斯大勒家完全是被对方 逼到了悬崖的边缘 漂亮的上手和飘球 造成对方在激发球的时候 直接的是出现了失误 第三局的比赛双方咬得非常的紧 你现在看到的是世界女排锦标赛 第一比赛 A9的一场比赛 由韩国队对雷 格斯大勒家 在连下两场以后 韩国队目前在第三局中 越以15比10领先 开赛的进攻 韩国队把球拦了一下 调整好 再次在四号位成功 界内 韩国队今天比赛中 四号位的进攻是平行的得手 好的 今天四号位的金颖二传 金颜江连续发动进攻得手 还是金颜江的进攻 这位队员的击球点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看到的力量非常大 好的 这个球是在了后场界内 韩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赛点 对方扣球 韩国队电起 几次进攻 后排进攻 好的 还是落到了界内 这样25比17 韩国队系统是以3比0 战胜了中美洲禁旅 格斯大勒家 他们的精神是历史沉淀下的语痕 他们的活力跳跃着梦想 涌动着北京奥运的希望 他们的气质 刚柔并济 在汗水与泪水浇灌的青春赛场上 战无不胜 他们的境界 公道自然 五连贯的灿烂 雅典奥运的逆转 都只为了国人的期待 2006女排世锦赛 续写辉煌的传奇 感受灵魂的激荡 一起来吧 为中国女排加油